伊巴开战 伊朗在中东地区扶持的武装组织 也不断出击 冲击波现在蔓延到海上 野门胡塞叛军在红海扣押一艘 被指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货船 挟持25名船员 外界指控德黑兰当局就是幕后黑手 但伊朗外交部坚决否认射击在内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今天表示 这桩截船行动是胡塞组织 为了加杀人民的苦难 自发采取的行动不是伊朗指使的 虽然胡塞叛军认定船艇和以色列有关 可是以色列表明船主是英国企业 目前由日本租用 向来都用作汽车运输破船迎合领袖号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宗野薄一证实 船上没有日本公民 可是也要求早日放船放人 路透社报道 船员没有以色列人 但有资料显示 船主和以色列某个商人有关联 古典本场主要東 draft 主要来详细 眼瞓 联系 首要布 前日 小镇